together 各位兄弟平安 我們今天要關注團隊書第七種 二十七雜到第八雜第一雜 傳道者說看啊 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個正職人 但眾女子中卻沒有找到一個 我将这次一一比较要寻求祈礼 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着 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 就是上帝造人原是正直 但他们寻出许多巧技 谁如智慧人呢 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 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 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 今天要跟我们分享 认清罪恶 悔改重生 我相信我们在世间 设计也有这样说 贫荒烂就不好人 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也是 世人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团教师他今天要表达的是 我们在世间所看到 要找到一个正直的人 实在是非常的少 那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因信称义 成为神的儿女 事实上也有人这么说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仍然在罪的试探当中打滚 所以呢 选择正确 这件事情就变成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有智慧 罪性是邪恶 愚昧和狂妄 这是在传道书第七章的第25节 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 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 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 愚昧为狂妄 我们知道犯罪会带来人失去了正直的心 会带来人生命的堕落 甚至呢 好像网罗一样 会让你一个座 再加一个座 像说白才一样 你说一个要再说另外一个 我想索罗门他在写这段话的时候 在写男子一千 女子多少要找正直的人 那妇人彼此还苦 她的心是罔罗 我们如果是看这个烈恶旗相关 十一千一千九四千 他是怎么评断索罗门呢 说他娶了外邦的女子 兵妃一千都诱惑他的心 以至年老时随从别神 或许索罗门他自己有所体会 在他的兵妃当中 在拜偶像当中 他自己也觉得他亲像李兄弟 越来越乎 所以等于年老 老了地匪的团图书的时候 其实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 每一天我们在过日子 到最后我们一定要趁着年日还在 年轻的时候寻求上帝 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说一千个男子中 众女子当中 都没有找到半个正直的人 意思就是我们人都是有罪的人 真的要死死惊性 远离罪恶 否则我们活在罪恶当中 我们的生命的终结 就是审判 就是败坏 第八章一节 谁如智慧人呢 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 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 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 我想我们在新闻里面有看到 不过尽情留民和牧师 他得到了一个奖 是特别他在让这一些更生的人 犯错的弟兄姐妹 因为他所创设的这个 在台湾所服侍的晨曦会 以及他用圣经来帮助戒毒 他对社会的贡献 如果我们去网路可以找到他的见证 他以前的生活 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 是充满了暴力之气 他的母亲是传道人 常常为他所犯的罪 毒品 然后不义之财 然后回来教会奉献 这带给他妈妈是何等的忧伤 但是当他悔改 认罪以后 他回头再去找以前那一个杀他 堕他的那个人 那个人知道他要回去非常害怕 因为想说他是回来报复的 没想到这一个充满恶行的刘明和牧师 他回去找他的时候 是要向他传福音 他没有用暴力的方式对待他 反而后来还帮助他照顾他的女儿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有罪的人 中的不是有罪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 重要的是你要是一个有罪的人 能够在真理 在耶稣基督的拣选呼召之下 愿意悔改 让你的暴力之气变成温和 让你的犯罪变成走向真理 让你有限的人生能够参与上帝国的荣耀 我们今天认识的圣经 帮助我们能够远离一切的试探 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没有错 我们跟其他的人都一样 像千万人当中有罪的人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敬畏神 成为正直的人 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会从暴力之气 变成温和 爱人如己 我们上帝先祝我们的地匪 做出地匪的选择 当心来祈祷 天北上帝 勤求你的性心来担救我 我也是在千万人的中间有座的人 总是你会担救我 你的真理因带我 让我离开策劳的道路 改变了我们犯罪的习性 改变了我们犯的暴力之气 让我们能够在真理降伏之下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主要望我们的生命 真正有地匪 温温离开犯罪的道路 真正正在的人 下主心意 祈祷感谢 红克亚所祈祷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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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